9月6日,某八卦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动态,曝光了演员周冬雨的近况 他最近深夜现身收工回工作室,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当天周冬雨身穿白色套装,打扮得特别低调朴素,身材还是一如既往的瘦小柔弱 随后他便坐上车准备回家,画面中距近百万元的豪车十分抢眼 可见周冬雨财力是很雄厚的 网友们在看到这条动态后,有人夸赞周冬雨私下不像是明星 穿衣打扮和待人处事的行为都像是普通人一般 还有人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他,并且很期待他的新作品 周冬雨虽然现在才29岁,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 早已获得了国内外无数大奖,很多作品的口碑都非常好 近年来他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好了 先后主演了《少年的你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》等作品 而他最近还为某顶奢品牌拍摄了广告 当时他穿着蓝色上衣,看似随意的打扮中别有一番韵味 让他看起来格外温柔 赞周冬雨本人在私下是很敬业的好演员 对待工作人员就像朋友一般,又有实力又没有架子的艺人 的确是很难得了,祝愿他今后事业发展更加顺利 对此,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到评论区留言